教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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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叫大家经常想不静观 你就会产生这个 出离心 一切的开始还是由不静观开始 你要经常想 你这个形体根本就是假的 也不是真实的 眼而彼时的深意 好像有心 其实也不是真实的心 那么地水佛风一分散 你人就没有了 经常这样子想的话 你就可以这个知道 一切有形体的都是假的 你就将来可以归于真 那么会产生一种出离 要修行的这个心出来 那不静观里面又谈到 你要经常想九种相 第一种相 很简单的就是死相 死相 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就谈到了 为什么这个死人的眼睛要闭起来呢 我以前问过大家 为什么死人的眼睛一定要闭起来 为什么死人眼睛不张开呢 脑筋急转弯里面的答案是这样子讲的 因为他假如眼睛张开会吓死人 为什么要死人眼睛闭起来 因为他假如张开会把人吓死 为什么 因为死相是很难看的 所谓死相就是很难看 真的很多弟子要叫师尊超度 你们不用把那些那个王者的照片拿来给我看 老师寄这种照片来 老师讲我脚有禁忌的话 真的是触眉头 大家都很喜欢 好像说躺在棺材里面 然后他就拍一个照 师尊帮忙超度 就把那个照片寄来 我一看真的是难看的 再怎么样子美的 等他躺进去的时候 化妆的怎么样子 那一股像真的就是死相 你平时很亲近的 到时候你说不定不敢看他 你最亲近的人 真正的他死的时候 你说不定不敢看他 因为那个死相都是很难看 所以应该常做死相相 你经常要这样子想说 你自己已经死了 那个死的形象是什么样子 看到死人的那些死相 就要想到自己将来也是这个样子 就会产生出离心 会想修行 现在你们化妆就化妆得很好 有化妆就化妆得很好 你要想想自己的死相 想想自己的死相的时候 就有出离心 我看今天只能够讲死相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的时间也是差不多 这个事实上 这个佛的东西很奇怪的 它就会变得比较生动 比较佛 比较美 那么死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一眼一看 就知道它是死 但你说死的时候 就等于是四大分散了 它的这个神器就不在身上 人只要切少了这一股神器的话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就一定是一种很悲惨的这一种 很丑陋的这一种相貌就出来 好 我再跟你讲 还要再想一种相 叫做肿相 什么叫肿相呢 勇肿啊 那么胖啊 它一脑筋急走 然后又问你 这个玛丽连问路 为什么它到以后会自杀呢 你们想一想 它的答案啊 就是讲说 因为它知道快要 它快要变成肉松 什么是肉松呢 因为它本来 它的身材是很苗条的 是很坚固 弱有弹性的 那么它知道 它年纪超过了某一个年龄以后 它身体会肿起来 会膨胀 那么它的肉会松下来 会垮下来 就变成肉松 大家不要以为 现在身体很健康啊 佛陀要告诉你哦 九种想法 第一想要想死相 第二想要想肿相 你身体肿起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这名义法师在笑 我不知道他笑什么 你以前很苗条是不是 所以这个啊 要想这种相 你想出那种相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有出离心 就不会有什么那样子了 这个 我们晓得 我们看到了这个外表的眉 不是真实的 事实上它会改变的 像立立法师啊 再怎么结食都没有用的 他什么都不吃 每一次像小猫一样 一样吃一点点 就只有正餐不吃 专吃零食 你以为你苗条你就很美啊 其实也是快要变成肉松 好吧 要这样子想 今天不尽管先讲两个像 一个是死相 一个就是脏相 就永种的像 Om Ma Ni Be Mi Ho 我遥 animations 我遥님들 好 你 儿外交 我五丝